新北市長何友宜再度到市議會備詢 隨著外傳5月17號徵召的日子接近 各種傳聞也越來越多 資深媒體人黃陽明在臉書爆料 國民黨已經確定要徵召何友宜出戰2024 甚至預計5月下旬就會在北中南 舉辦三場大型造勢 作為選總統的起手式 目前黨 他還是按照他既有的一個旗程的規劃 以及他面對所有外面的一些意見跟聲音 黨都會仔細的聆聽 侯友宜還是強調依照黨的規劃 不過對於徵召顯得信心滿滿 但是傳出對手郭台銘在柯文哲表態選到底後 私下進行四角都民調考慮獨立參選 我相信不管每一個人 只要是大家同心其力為中華民國 為台灣這塊土地 怕拚這事情 大家就是攜手合作吧 面對各種傳聞 何友宜還是強調團結 而郭台銘加碼拋出的一線式一核電廠的議題 也讓對手民進黨要何友宜趕緊表態 只要討論讓台灣如何不缺電 大家有共同的一個方向 這才是最重要 直至問題關鍵最重要就是不能缺電 面對郭台銘步步緊逼 何友宜不讓對手打亂自己的步調 歡迎新聞 吳志恒 王毅德 新北採訪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慣象 探討國際大事 周一到周五 管間八點 請鎖定團羽一把狀 由三十多元 周一到周五 管閡 開阜地 頂勞 無路 未來 無路 無路 離職 無路